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说到这个4000马币 4000多到5000多的价位 其实小刚想讲 在马来西亚 最多人关注的可能是一提到 会是说进攻 Secure Prospect这一块 这个系列 尤其是它很多的潜水表 这种运动风的潜水表 但是今天西铁城新城 如果跟它拿来做比较 又会怎么样 今天这个影片非常的有趣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心的去看一看 因为这一支表 我上手了之后 让我有非常多的惊喜 尤其是从外观到它的规格 就是它的性能上面去看的话 几乎好像 怎么说呢 好像略胜一筹 所以我其实还蛮值得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今年2021年西铁城 其实出了很多一些新的表款 之前小刚有分享过的 非常有标志性的 那个Iconic Diverse 就是它那个外形是比较方的 那个方形的 大家可以找回小刚影片里面去看一下 小刚的频道里面去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有这个钢铁核吞 全新第四代 2021年初的这个复古 那再来就是第三支小刚 个人想分享的 就是今天这一款 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不过在这个网站 就是一些 或是一些论坛 那英文 有些老外就称它叫 Cranking 它是今年是2021年 全新所推出的这个表款 那你第一眼看它的外形 这支表有个名字 华语可以称它为 叫深海蛟龙 深海蛟龙 那这个名称 大家也知道 这个就好像意味着 它是一条非常强悍的这一种龙 因为这种深海蛟龙 就是意味着它是一个神兽 神兽般的那一种霸气 那你看它整个表的外形 从这个表圈到它这个表盘 那你不仔细去看的话 虽然它是一个好像一些 巴黎丁的那一种造型 但是你远看的话 它真的有那一种 尤其是你摸下去 很像那种鱼鳞纹的那一种 那种我们怎么说 龙的那种身上那一种 纹的那一种那一种质感 哇这个非常的霸气 那今天就是要 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2021年全新推出的这一款 这一个潜水的表款 细铁城 那再一边小刚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一些值得去讨论的一些 规格的这个参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支表 第一眼它的这个 刚小刚有提到 它这个外形 这个表格 上手确实是非常的轻 那在影片的后面 大家会看到 这一支表 小刚去测量它的重量 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用的这个超级 钛金属 Super titanium 吸铁城 称它为这个 有Duratex的这个 这一个镀膜的 那它是比较防刮 而且是非常的轻的 这一支表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好的这个优势 因为这一支表的尺寸 不大 不小嘛 所以它 兼具了这个 戴手上非常的轻 而且非常有这个存在感 那如果你是尺寸不小 但是如果又厚重的话 那你戴起来会真的很笨重 对不对 那这一支表完全不会影响 你戴手上的那个舒适度 因为它确实做得非常的轻 那在这个蓝宝石镜面 防水高达200米 这些通通都不用讲了 都是基本的这个规格 再来就是小刚想分享的 机芯的部分 它其实这个是用了一个 中高配版的 可以说是高阶版的 这个机芯 这个吸铁城自家的 这个905亿的 这个机芯 这个型号 那它是28800平振率 就是这个4Hz的这个机芯 而且这个精准度来讲 比起这个 同价位的一些 其他品牌的一些竞争对手来讲的话 它确实做了这个性能 跟这一些精准度来讲 都确实做了比较好 那小刚之前有玩过 自己的这个复顾 第三代 那那个潜水表 那小刚自己去测量的话 哇 它的那个精准度 也是在5秒以下 那这个是 再次证明了 细节程 这个它的机芯上面 确实是非常的耐用 走势也是非常的精准 那再讲到这一支表 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配有了 这个高房子的这个性能 那讲到在制表业中 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表界中的这一种 基本标准的这个房子 是4800的这个房子的 这个磁场的这个房子的这个规格 那这支表已经可以做到 高达16000 就是16000的这个 这个磁场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性能 那这里是我个人觉得 是这一支表一大的特点 那再来就是它也是一样 配有这个ISO6425 国际ISO认证的这个200米的这个 防水的这个规格 那尤其是你看它整个非常圆的 它不是有幅度 它几乎好像是半圆形的这一种 蓝宝石的这个玻璃 我个人觉得 哇这个真的很 那因为这一种表圈 这个表圈 这个表镜 半圆形的这一种蓝宝石 那你在制造的 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难度 和是它这个耗时是确实比较高 就相对来讲的话 那这一支表 我个人觉得它 所以它还可以给到你这个价位 它还可以给到你这一种性能 4Hz 机芯的部分 有这么高的这个 比一般我们看的这一种表款 这种价位来讲 有比较高的这种防湿效果 大概手上也非常的轻这一些 我个人觉得通通都是这一支表的特点 那它所有的这一些性能 这一些规格 那它在给出的这个价位来讲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它 因为这一种表 如果你入手折扣了之后 我个人觉得它会有更高更高的 这个性价比 那这支表还有一个一大的特色 就是这整支表都是Made in Japan 就是日本制造日本所生产的 那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实底盖这边 你会看到它会有标刻着在这个背盖的部分 那还有写着它是用这个超级钛金属 蓝宝石很高的这个高性能的这个防湿的效果 高达16000这个磁场的这个防湿 通通都刻在这个背后 而且还有它自己这支表本身的一些训练号 那一些流水号这些都会刻在背后这边 质感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再边先讲一讲小钢的手碗是大概16.5到16.8cm左右了 小钢手完全不会大 不是那一种17 18cm的手碗 那是非常标准的这个我们亚洲人的这个手碗 而且但是这一支手这一支表 那官方宣称它是46mm 但是我戴上手之后 非常有惊喜是你看它那个表耳到表耳 竟然没有超过我的手碗 那大家也知道代表 其实你不可以只是看这个表径 就是它那个整个表头的那个宽度 你要看的是它这个表耳到表耳 它有多长 那你才可以真正去上手的那个效果 你才可以看得出 那这支表让我非常多的惊喜 那当我在量的时候 以一个46mm的左右了 它的这个表耳到表耳 竟然只有50mm多而已 那这个比起我之前小钢自己有的 这个Panerite Panerite这些 还短比起那些 但是这个表径它是做得比较大 这也就让我觉得这个是不错 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重量也非常的轻 但是在这个厚度的方面 它就做了稍微比较厚 大概15mm左右 它这个厚度 因为它要这个你看它这个半圆球的 这个蓝宝石的这个玻璃 这个表径 再加上它这个非常有质感的这个表圈 那再来就是你看45.6 45.8 确实小钢去量是接近46mm的这个表格 这个规格 好在重量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呢 虽然这一支表46mm 但是它只有100克左右而已 这里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说到这个夜光的部分呢 它这个视觉的这个效果 做得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因为它用了这个半圆球的 这个半圆形的这个表镜 对蓝宝石表镜 所以你看到这个夜光的时候 感觉它有点放大 好像我们去潜水 带那种潜水帽的那种 就你知道吗 那种在电影里面看的那种效果 而且这个表扣的部分 吸铁层吸壁镇这个质 也是一样有夜光 这边以这个在这个传统大品牌来讲 它可以做到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 那说到结尾这个上手心得呢 小刚想讲一讲 这一支表以这个4000多5000多的价位来讲 如果你是有考虑这个同级对手 一些别的一些品牌 那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留意一下 见小刚就是要分享的这一款 因为小刚个人觉得它非常多的特点 就是好像高达16000的防止的这种效果 4Hz 28800凭震率的机型 而且上手佩戴在上手 也是非常的舒适 不会觉得它很笨重 因为这个重量也是非常的轻 它是用了细铁层自家的 超级钛金属的表刻 而且这一支表以这个价位来讲 它也是一样给到你是这个Made in Japan 就是日本生产的这个整个表款的这个质量 这些通通都是一大的特点 还有最后就是也是非常有诚意的 附上了一条多余的这个表带 就是多的这一条表带 你是可以如果你真的需要用到它去 穿在这个潜水服 或是你冬天 那你戴冬天的时候 你穿一些很厚的一些 就是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没有冷天 那你在一些冷天的国家 你要佩戴这一支手表在手上的话 那这个 你又穿着这个外套的话 那你戴手上也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你它有附上 非常有诚意 我觉得细铁层做到 它附了一条多余的这个 可以延伸变长的这条胶带 那在这一些呢 在别的这个同价位来讲呢 都是比较少见的 那以下就是小刚个人的这个心得 有喜欢这一支表朋友们推荐去看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